噢 噢 我的媽 Oh my god 太觀光客照了吧 這個是怎麼樣 常年招小姐 我真的要好好的慎重考慮一下 我跟佳妮的一個未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王姐老師 大家知不知道 我跟佳妮已經認識將近 六年多了 快七年了 我總覺得他有什麼秘密隱瞞著 都沒有跟我說 彼此之間我覺得 該跟對方講的還是要講 可是呢 我發現今天這個秘密 他沒有跟我講 我高中的時候 Facebook 就非常的流行 大家都會希望在 Social Media 上傳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自己的生活 沒錯 今天呢 我們就來揭秘 佳妮過往的照片 到底是長怎麼樣 有沒有整形 是不是認識我之前 就已經整好形了呢 今天呢就來看一下 那最後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前 又到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再請大家幫我們分享 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 還有記得按下小鈴鐺 別忘了加入我們YouTube會員 跟追蹤我們的IG 5 4 3 2 1 OK 啪啪 好 來 首先我們直接點進來 加你們的個人Facebook 我們先看到這個 Beagle 1 月份 在我們剛創立重量集之前 他是直播主 他有一個習慣 他會去記錄每一支直播的截圖 互動數啊 怎麼樣啊 播了多少時間 哇 我今天蠻用心的 這時候的模樣 其實就是比較偏清晰一點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個 這個場景 在我現在這個地方 藍牆多漂亮 回憶過去 蘑菇的藍牆 王 佛亮 這個解米神是哪一個人 這有200張的歌神票 喔沒有他總共中508票喔 對 這邊還有曼青 這照片是怎樣 這一定要那麼醜 這個影片好像是在做一個評測嘛 各大品牌飲料店 這奶是如何 大家可以看那個影片 閩聰 送城堡喔 皮卡丁 這都是直播比賽的照片 就會放一些粉絲的合照啊 等等的 我那時候他穿這樣蠻可愛的 不錯不錯 那時候 有跟藝人合照 這指定是怎樣 Pose 把他拍得比較帥 有我欸 黑男那時候 跟現在差不多 我那時候 跟現在長得也是 差不多吧 之前我覺得佳寧的臉 這兩邊臉頰比較圓潤 現在也是 可是他現在的臉比較減 2016年到2017年 這個是4年前的事 這個可能太近 我們看離更遠一點的 就那幾直播放在群上 我在睡覺 然後在開直播 在那邊整個 我們現在超人 這也太醜了吧 然後阿BASS 算是看你的遺照 看好後 看好末 回來了一個人頭 聽我吃芥末 這個好像是天躲了 你有沒有看到 喔 這個超閃 來 這個喔 這個是2014年的啦 這是我今年手下拍的 朋友在一間瞬間手拍下來 什麼一間瞬間的小阿哥 先說啥 因為真的看似太天真 無煩惱了 What 有啦 有那種 清新脫俗 真的是沒負擔 沒煩惱 然後又很純白的女生 好像那時候比較黑一點 現在比較注重保養 哇 2013年的 墨水直接哭上去的 這怎麼會 可能那時候遊行 眼妝就是那種 睫毛很長 然後又很厚的樣子 很多人會做的新聞 就是在沙灘上畫下自己的名字 送你一朵廚畫 2013年 眼妝也是很有問題 然後恐龍的顏色 我覺得挑選也有問題 修圖綠鏡開太強了 照片的適中還用暈影 要人家聚焦在你的眼妝嗎 你的眼妝真的確定要人家聚焦嗎 你確定嗎 先不要 2013年5月4號 這個墨鏡非常不適合 眼臉大 他這時候蠻清純的喔 你看腿很細 學生裝 他那時候還蠻保守的 裙子穿蠻長的 北京喔 北京 期待的十天之旅 將帶領我前往北京 心情特別 歡心雀躍牙 光光刻照 2013年這時候我還沒認識這樣 他應該是參加那個 錄製節目吧 攝影大哥在拍 北京我到現在還沒有去過 這個 這個是怎麼樣 包小姐18230212141 常年招小姐全道服 哇 是不是有興趣去應徵呢 這個小姐 我完全想不通為什麼要拍這個 然後才創傳到這個箱簿裡面 我真的要好好的慎重考慮一下 我跟家裡的一個未來 今天來到北京的下午餐 哇 每一道菜味道真的吃到心坎裡 種的辣 種的酸 種的辣 種的酸 北京的第一天 下平氣囉 街上的媽多好不漂亮 這她的同學嘛 還有標記 香樑大包 大包下有一個女孩 臉一樣大包 後面這個老闆 兩個人來不及坐嘛 就趕包包包 這十天我和你伴隨著 請多多指教 唉唷 這個文案跟這個房間圖 我覺得有鬼 跟哪個男人住的 這個到時候我好好來問他 這時候家裡的穿搭在那個時期不會算太土吧 應該算是時髦的 就算是時髦 不要讓他真的 噢 噢我的媽 Oh my god 太逛逛客照了吧 而且他 他又不是剛剛的衣服 怎麼會穿成這樣子 一個pose 一個墨鏡 決定於你的年紀 注意了各位朋友 這個墨鏡 跟後面那個紅衣服的阿姨有什麼差嗎 這個pose 也真的很不行 我以為你產生的合照 通常未匿名的相簿 一定有神秘的一個照片 這個打扮應該是要去節目 看起來很像藝人的穿著 刺刺如見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其實可以 我覺得很普通 這個 不然一個性感之處拉伸 可是拍照的背景 褲子已經跟後面的書櫃融合一起了 嘿嘿 不愛 這張是怎麼會 因為你2013年的指甲長這樣 跟現在有沒有什麼差點 之後要當對比照是嗎 同一套也是 咖啡色的褲子 換一個場景我就有加分 可是為什麼要坐在一個 羊的雕像上 我以為你一頂相簿 肯丁 肯丁會放一個雪的照片 肯丁有下雪過嗎 我怎麼知道 這些兩個 阿刀啊 阿刀的 怎麼 那時候家裡 跟那麼多外國人認識 畫面中 有四個人的外國人 男生就佔三個了 這個姿勢呢 彷彿在告訴我們 我的命 不由天 阿刀 青春威龍 我愛你 海峽兩岸知識大賽 古老的照片喔 哇他那時候在節目上 這個側臉是算漂亮的 難怪他那時候 我累積了不少粉絲 你這個頭髮是花生什麼事 小姐 我那時候還有得獎喔 唉唷 一堆獎狀欸 滿滿的獎狀欸 英文的 台灣藝術大學的 對家人器獎 哇 教育部的 冬天電視台 CCTV的 這個男生讓人家有所懷疑 一放還放兩張照片 異性緣很好喔 看你看你看 坐這麼近 坐這麼近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這個什麼姿勢 靠太近喔 小姐 這個 靠太近了 靠太近了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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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靠靠 靠靠靠靠 靠靠靠 人騎馬囉 騎馬 這個帥哥就是那個 然後今天主持國小的 職業事量越來越默契 他基本上一起加油 小朋友都太可愛了 這一陣子有點滿多電視劇的 大學10期好像是認識的 現在兩個人都在各自的領域 發光發熱 這大家看起來也有點老喔 這個樣子 這個臉有點圓有一點大喔 這個穿搭 由此可見 他以前的樣子跟現在的樣子 其實是差不多 他的地方在哪 我覺得在於化妝的技巧 有人懷疑佳寧是不是有整形 這看起來 無庸置疑就是沒有整形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之前 過往不堪入目的樣子 人都會改變 都會希望自己越變越好 就是一個醜小鴨 進化成一個天鵝的故事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佳寧之前的照片 歡迎底下留言 可是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他應該會把這些東西都給他再藏起來 沒關係我還是有辦法把它找出來的 如果大家想看就底下留言跟我講 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幫你們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 記得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了加入我們YouTube會員 大家掰掰